這時候呢我們已經來到這個舞台上喔 看到很多朋友都非常熱情 來聽聽你們的尖叫聲 哇 治夫醫師馬上要邀請我們的紅心出場了 對 馬上要歡迎我們第一位 黃碧仁 好漂亮喔 哇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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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第三位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 十星位 還有歡迎我們第四位 俊雄 白衛秀 哇 是誰 哎呦就是我們的許正濃啦 好那當然大家來到現場嘛 我們要注意的來訪問一下 對對對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這個 壁仁 紅星大獎影后黃碧仁 演技備受肯定的他 今年還當起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眼而優則主持 同樣受到觀眾喜愛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說 近況最近還忙些什麼 其實我剛剛拍完 不夜成耐忘 那麼現在在等待 新劇開拍 長青樹陳樹成公認的演技派 也是主持界的大哥級人物 在電視圈多年 一直屹立不倒 大家最近還忙些什麼 剛拍完了這個《鑽石奇緣》之後呢 現在在籌備一部電影 哇電影啊 可不可以透露一些詳情 女主角是中型 陳大哥是飾演什麼樣的角色 賣個官司 賣個官司 你的商業秘密 從覺得Superstar比賽脫穎而出的實習會 歌唱功力不足 今年還嘗試了演戲和主持 是非常努力的新人 台灣回來嗎 對 最近你在台灣那邊是忙了些什麼 專輯的後期製作 就是MV跟那個造型的拍攝 對 那專輯什麼時候會在市面上出現 專輯呢 11月就會面試 新進小聲黃俊雄 俊俏爽朗的外型 加上在愛情零度犀利的痴情角色 使他成為新一代的獅奶殺手 俊雄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在拍最高點 在戲裡是一名海源 幾個月前剛畢業 那現在全職了 感覺怎麼樣 很很輕鬆啦 不用再顧學業了 不用再兼顧學業 對對對 白威秀2004年紅鞋大獎最受歡迎新人 青春亮麗 氣質獨特的他 被看好是阿傑接班人之一 那最近威秀在忙什麼呢 其實我跟巨熊一樣 就今年7月的時候畢業 畢業了之後呢 就開始在拍一部叫奇蹟的 跟醫護工作有關的 那戲裡面呢 我是演一名護士 是跟我們香港來的一個資深演員 叫江大哥 江大衛一起演出 好那最後一位是誰呢 當然就是 許振榮啦 主持界的阿哥許振榮 口齒伶俐 反映犀利的他 不管是現場節目 還是實況綜藝節目 都難不倒他 振榮哥哥 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其實最近在跟佩芬忙著主持 賣下紅鯨大獎 就是現在在看的節目 沒有啦 一直以來都在忙著綜藝方面的工作 所以喜歡綜藝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認識你了對不對 不要那麼說了 還有人不認識我的 所以還是要拉票的 好好記得拉票 好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進行金劇的考驗喔 好馬上要進行就是演技大考驗 到底是怎樣的考驗 誰的演技會騙得了最多人呢 哇一盤盤美味的壽司 不過其中一盤壽司加了嗆辣芥末 今天要猜的就是 到底是哪一位藝人吃到了恐怖壽司 好那現在呢桌上有六碟壽司喔 其中有一碟壽司呢 是有這個嗆辣芥末的魔鬼壽司 是不是我的盤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已經拿了一盤了 這是我每個人要吃的 對對對 到底演技多好呢 來我們先讓壽人先吃吧 看他的表情 唉呦 看到淚光閃閃 對你很勇敢 真殘酷 你們信不信他吃到芥末 我相信 不相信咧 等一下不再看怎樣 OK 第二位了 來來來 雪山大哥 直接了當 吃得好康新喔 這個也是影帝好不好 哇還淺了甜嘴唇啊 所以是很好吃是不是 開玩笑我最喜歡吃日本餐的 哇 怎麼樣 有沒有吃到芥末 為什麼你們會才有 不一樣的 有些也可以這樣拖下去的 我跟你講 好 我聽喔 好 太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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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我們第三位 女生都是比較小口小口吃 要咬多一點啊 好吃極了是嗎 喔 被嗆到了嗎 在場的觀眾覺得他吃到了 哇沙比的壽司嗎 哎呀 一半說有一半說沒有耶 你真的是把大家混亂了 好下一位 心境小聲喔 演技應該也很了得啦 這是什麼表情 這是演技大討厭的表情 全部的人都在看著他 還好嗎 你們覺得他有沒有吃到 有沒有吃到 下一位 威秀啊來 演技派演技派 這是因為嗆到啊 還是因為吃太快呢 我覺得你們每個都很尖 對啊每個都演到好像有吃到這樣 對 我曉得是你演技自然喔 還是真的嗆到 對啊 欸你們覺得他吃到嗎 有嗎 沒有耶 那現在呢 就輪到我們最後一位了 那就是 正榮哥哥 哇沙比配三文魚是很好吃的 怎樣怎樣 好吃嗎 還好吧 OK啊 是不是要喝水 真的嗎 還是你沒吃到 你要不要再吃多一口 你們覺得正榮有沒有吃到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 我也不知道 好 看過了六位精湛的演技 我們現在要進行投票了 現場觀眾 根據藝人吃了壽司後的表情 把球投給他們認為吃了恐怖壽司的藝人 到底誰真的吃到了芥末壽司 誰憑業績騙到最多觀眾 好 投選結束 是成績揭曉的時候了 讓我們來看看 欸 樹成大哥的這個票數是最少的 那也就是說呢 最少人相信他吃到芥末 那我們再看看誰的票是最多的 欸 威秀的蠻多的 可是 正榮的票是最多的喔 所以是最多人認為你吃到芥末耶 你說是我吃到嗎 我要問你啊 你有沒有知道啊 其實啊 我跟你講真的很痛苦 我沒有吃到 蛤 所以你是騙了最多人的耶 你演技好嘛 沒有不是不是 證明你演技好 你們兩個一唱一合 我要來問問樹成大哥了 到底他有沒有吃到 因為他的票是最少的 沒有這個就是紅心大獎嘛 看誰進入世大嘛 對 恭喜你 沒有啦 你最多的嘛 你現在沒有進完 你吃芥末那時候的感覺怎麼樣 很爽 因為我喜歡吃日本菜 就是有吃到了啦 你們菜有沒有吃到 有沒有吃到 有可是你們竟然沒有投我 對 OK 吃到芥末的 是 我 唉唷 還在演耶 你也不錯 其實今天的贏家應該是你我 對對對 你們是贏家是好 是因為待會兒有好吃的壽司嗎 是嗎 贏家有好處的啊 真的 然後呢沒有贏的朋友呢 就要懲罰咧 是嗎 真的嗎 要真的吃芥末呢 還沒有懲罰之前 要看看他們剛才是怎麼樣進行你的這個 騙騙的工作呢 其實我沒有騙觀眾朋友啊 那也算不錯了咧 沒有其實都是 這是致死票 那其實相信我吃到芥末的朋友呢 其實並不多 這證明了一點 觀眾的朋友呢 都相信我 向來都是以真實面對觀眾朋友 不是啦 你也是有演技好啦 不然的話那裡騙著有觀眾 沒有什麼票其實 幸會 剛才你也有演齁 小小你也有演一點點齁 我沒有演 當我咬下那個 就是那個飯糰上面那個 蛋的那個時候 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口感 然後莫名其妙 真的很自然就有那種想 能受的感覺 對對 俊雄 我的是同行票 你是要讓大家覺得你有吃到嗎 剛才 其實我是沒有人的演齁 就是鬆鬆的這樣去 那就是要以有跟沒有之間來混亂大家 所以你覺得你成功了嗎 不成功 通行票 下來這一位小姐 我真的覺得剛才你 有一點耍心機 平時我吃到芥末的時候 我不會就是怎麼流眼淚 不過我會 我就會咳 我就會咳嘛 你們覺得我是有哽到嗎 還是我是演的 OK好沒有人相信你囉 真的沒有人相信你的好不好 所以說他們就是我演的囉 就是我演的好囉 對齁真的咧 他的票也很多咧 對 跟你的就差不多 對 那我們今天看到了六位呢 非常精湛的演技呢 他們都需要呢 觀眾朋友的支持啦 其實今天來玩這個遊戲 就是要請大家多多的投選他們 支持他們進入這個 最受歡迎的這個獎項啦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要進行下一個 懲罰跟獎賞啦 誒 你很期待對不對 因為你是獎賞 恭喜 震榮和秀成 他們的演技騙過了最多跟眾 可以分享這盤美味壽司 另外四位藝人則必須接受懲罰 吃完加了特多芥末的壽司 看他們被嗆得流眼淚還得繼續吃 粉絲們一定很心痛